那一個人他如果聞到然後他就死了嘛 他死在旁邊他又聞到然後又復活 然後又聞到又死掉 現在就是去把之前前置任務解完 然後68等以後才開啟的主線任務 去把他解掉 雖然我等到69才解啊 就是這段時間有點忙 每天就是掛機釣魚啊 當礦工啊 先把材料囤一些起來 再接著70等 還有我的長弓引裝開啟後 才有資源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主線 先祖與後人去把他完成 現在要去殭屍洞 如果是跟58等那時候的前置 跟主線任務差不多的話 應該不會太久 我們來了雲祺 雲天 你果然是雲祺大將軍啊 冒險者 我的洞天冠日宮 帶來了嗎 哇這把 這把就跟我身上這把一樣啊 這名就是十字長弓嘛 少在那邊洞天冠日宮 這麼帥氣的名字 上交 先祖與後人 就讓我們朝著殭屍洞的深處 進發吧 進發 出發吧 要去殭屍洞二樓 殭屍洞二樓最危險的就是中間那一區 超恐怖的 中間是邪害戰士長 他打一打會召喚其他怪耶 會叫出弓箭手啊 然後什麼刀斧手啊 超恐怖的 根本就犯規嘛 跟雲天對話 追氣幕後元凶 他叫我們兵分幾路啊 我們就兵分吧 我也不需要你們啊 我有小補師 他走上面耶 算蠻有良心的 上面沒有怪物 就中間啊 還有這個蒼林陣這邊有鬼火 上面這條路沒有怪 又是解讀劑是不是 調查神秘的煉金工坊 又是煉金工坊 調查 裡面的藥劑散發出 詭異的能量波動 這感覺十分熟悉啊 是不是 他等一下那個人又跳出來啦 這個煉金術師要跳出來啦 調查 周圍繪製著法陣 由煉金術的符文構成 難道 他等一下就跳出來 沒錯 就是我 可疑的足印 煉金工坊的主人 不久前匆匆離開 擊殺突然出現了妖道 喔喔喔 好多好多 我們用 哇哇哇 暈了暈了暈了 暈了 喔 剛剛戰鬥中不能切換方案 現在腸痛的傷害有出來 打好快啊 雲碩月我找到了 原來這就是殭屍出現的原因 月夜花 月夜花的香味帶有劇毒 又中毒 活人聞到必死 而死人聞到卻可以復活 這花也太誇張了吧 那一個人 他如果 聞到 然後他就死了嘛 死在旁邊 他又聞到 然後又復活 然後又聞到又死掉 啊 是這樣嗎 怎麼樣呢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帶飛氣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帶飛氣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帶飛氣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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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聽到了 是他最後打我才打的 屁有這種要求 我這輩子沒見過 是這種循環嗎 是嗎 要這樣搞嗎 啊 沒有邏輯啊 難道是 那些製造殭屍的劇毒 很可能就是以這種花為原料 可是我為什麼 對 為什麼唯獨你一路聞著花香過來 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呃 你看他自己也沒辦法解釋 盡快將這些月夜花全部清除掉 既然你不怕他 這件事就交給你來做吧 交給我 不用點 毀掉月夜花 10朵 既然石度有這麼多一定要分散來嗎 一定要放這麼遠嗎 欸 把玩沒有在漲耶 我知道因為摧毀嘛 所以摧毀他就不會再重生的意思 喔 雖然他有點邏輯喔 逐漸敗露的陰謀 請你先行一步吧 他要留下來檢查 招了師兄你沒事吧 怎麼了 剛剛遭到魔物的襲擊 眾人魔物的毒 怎麼辦怎麼辦 我去幫你找 鬼火體內有一個 晶瑩的色樂空結晶 可以作為療傷的解毒 我去幫你找20個 果然劍與清怪就是快啊 逐漸敗露的陰謀2 繼續往前行 我覺得最後應該是到中間了 神像祭壇 唉唷 很危險啊 唉唷 快快快 不要鬧 你看超危險的啦 唉唷 快快快 喔CG 果然就是他 到底他有幾個英米爾碎片啊 這月夜貓還是狐狸一樣耶 喔在下面 好可愛 唉唷 即殺月夜貓 喔他不是主動怪 唉唷是耶 他嘴是有打 嘴巴是有打漏毒是不是 都不會動 哇我的憤怒嘴好適合現在啊 欸屁股蛋耶 月夜貓的屁股蛋有沒有看到嗎 拿取英米爾之心碎片 喔任務完成 喔唷唷唷唷唷 欸欸欸欸 犯規 犯規 大同力的情況 我跳過啊 這邊會被瞄啊 回到弓箭守村 告別斐陽 雲碩月的臉龐 泛琴陰我紅暈 而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他一定是林志玲 他一定覺得自己 是林志玲 RO界裡面的林志玲 對不對雲碩月 好現在去安置 英米爾之心碎片 終於終於 68等的副本任務完成了 好放置 哇第五枚的英米爾之心碎片 是獨資碎片 放置 啟動 讚啊讚啊 第五片 這一個 注入 英米爾之心碎片 啟動副本 開啊 哇 好可愛啊 大地之極 月月貓 靈倫 砸向地板 向周圍造成範圍傷害 魔法反噬 受到大量傷害對目標施加魔法反噬狀態 釋放技能時消耗魔法值提升且受月月貓反噬魔法傷害 地元素 地下釋放一片地元素領域 領域中免疫魔法傷害及陷阱傷害 沒有了嗎 這是三招 啊 這是普通的 月貓卡最大HP加30% 移動速度加25% 這在首愛的版本裡面 是一張神卡 價值高達27億 四分誇張啊 哇投資不錯耶 有加敏捷靈巧還有魔法防禦 他已經把我感知到了第六枚伊米爾之星碎片的位置 他就在魔法之都疾分 被一股來自尼伯龍根的亡靈氣息手籠罩 下一段旅程請你務必多加小心 YES 好下一個主線要到70等 下次找機會來打探這個月光洞穴的副本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拍攝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點讚 訂閱 分享 還有記得 請幫我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最新影片上架 你們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通知 謝謝大家這次的手探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